冰封百年的小和尚从一道石块中忽然蹦出 一道光芒直冲天际 而那冲天的预兆也被火族王子看到 当即认出那就是消失百年的将士神通重现时间 而身边钓鱼的水族兄妹早已猛逼 却不料小和尚此刻也忽然晕倒 他们连忙将小和尚带回村子 可是村落的长老却通过应计认出了小和尚的身份 这居然是被覆灭后消失百年之久的器宗 可是他分明还是个孩子 一天后安昂终于从梦中苏醒 还不知道家乡已经覆灭的他茫然地从水族的陌生房间走出 看着茫茫血缘和玩耍的小孩他不由露出了笑容 可是随即他反应过来跟随自己而来的阿伯不见了 于是纵身飞到高空大喊阿伯的名字 这一幕当即就把已经失传了本族玉树的水族人惊待 只见安昂再次落地问他们自己的飞天蛮牛去哪了 可就在水族人也一脸猛的时候 脸出一声牛吼传来 安昂当即兴奋至极地跑过去拥抱他 很快安昂告知他们自己和蛮牛去海边玩却晕倒了 直到现在才醒来 可是村落的长老却忽然意识到什么一纸图腾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原本有四个国家 他们分别是水土火器 可是百年前火族对弃族发动进攻直接让弃族灭族 而他们为的就是消灭能镇压世界的将士神通 而那已经是百年前的事情了 安昂当即激动地站了起来 自己居然昏迷了百年 可刚刚跑出去的他还不知道 此刻火烈国的祖寇王子已经寻他而来 只有抓到他 被流放的自己才能重回都城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水族的村落 水族村落立刻严阵以待 而长老却已经明白安昂的身份 而安昂也没有否认 可是救他回来的索卡却直接开门迎战 因为只有将士神通才可让世界重回和平 而且即使交出安昂 对方也不一定会放过自己村子 他对祖寇王子大喊不如我们来单挑 而祖寇王子为了荣誉也欣然迎战 可是索卡只是个舞者根本不会欲数 很快被祖寇王子打得不要不要的 却不料就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 安昂忽然挺身而出 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方一众士兵放倒 可是祖寇王子却忽然讲武德的说 如果安昂不跟自己走 自己就把这地方一把火烧掉 安昂只能妥协 可是就在安昂被抓到火族的船上时 却趁机动用玉树偷走了士兵的牢门钥匙 而后他趁着对方不注意偷偷从牢里溜出来 却在躲避士兵的时候误打误撞 跑到了祖寇王子的房间 结果却不小心在此看到了一本书 而上面赫然就是历刃将士神通的画像和事迹 他连忙将书顺手拿走 而后取下房间的武器就试图逃脱 可是却在甲板上却不慎被安昂王子发现 可安昂急着逃离根本不和他们拼命 竟直接从甲板上一跃而下 而他手中刚刚拿走的武器也瞬间变成了固定仪 眼见安昂插尺逃离 果族连忙用火攻试图将他打下来 这一招果然奏效 眼看安昂从高空坠落 祖寇王子的眼中露出兴奋的表情 可是意外却忽然发生 原来是阿伯带着索卡和卡塔拉兄妹及时赶来救他 祖寇气急败坏地再次一发火焰炮弹打来 却不料 原来是卡塔拉的玉树 而他或许也是水族村落唯一的玉树的人了 可是很快索卡就告诉安昂 火宗绝对不会放弃追捕安昂 而卡塔拉也接话说这样说我们也不能回家了 不然肯定会让村落受到连累 可是安昂却似乎想到了地方 他要回自己的家南七合四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当他们赶到才发现 南七合四早已破败不堪 这一刻安昂情绪低落至极 因为这里曾是他的家乡 很快他来到神庙所在处 却发现曾经金碧辉煌的神庙也早已破败 可是一低头他却看到了自己师父的尸骨 顿时想到了往日的情景 虽然已经过去百年 可对他来说那却是昨天刚刚分别 这一刻他的泪再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下一刻他体内的能量再也压制不住 所有的印记都开始充斥着光芒 在索卡兄妹惊恶的目光中 他就这样缓缓升空 而整个神庙附近的天地也瞬间变色 这一刻简直如同末日到来 许久之后安昂再次恢复清醒忽然坠落 可是他的脸色却充满悲痛 他抱着卡塔拉痛哭流涕 平静下来后他告诉卡塔拉 自己必须完成自己的训练 成为真正的将士神通 让世界恢复平衡 而后他发誓绝对不让自己的家人们白白死去 可就在此刻索卡兄妹的包里忽然移动 安昂顿时被吸引 随即他小心翼翼地试图打开 可那包却似乎活着一般急速逃离 还好被卡塔拉及时阻拦 可那里面居然是一个长翅膀的小狐狸在偷吃东西 可是安昂却告诉他们这小东西以前在这里到处都是 接下来他决定要去叙字岛 因为那里曾是一个强大的将士神通所在的地方 而小狐狸看起来也非常喜欢安昂 于是安昂便带着他们一路同行 而一天后他们刚刚到达 就发现了那个巨大的将士神通的雕像 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宏伟 而索卡却不管不顾地就直接进了将士神通雕像下的房间 可是下一刻一遍发生 帕塔拉竟然直接被抓 而安昂却猛然一个翻身躲过偷袭 可是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重包围 而索卡却已经被人从屋里滴溜了出来 而一听到这话对方却让安昂马上证明给自己看 可就在这时一遍再次发生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